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类战》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统 各位请看 我不相信承诺 我只相信时间 在一起这么久 她说她会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 但每天除了摇手就是游戏 让我觉得除了上班要教学生 下班还要教一个 教了也不会改变的孩子 一次次的幼稚话语和言心不一 让我如何产生信任 还能和她走下去吗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甜21岁来自湖南学生 女嘉宾小夏22岁来自湖南 主持老师 欢迎两位 欢迎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老师好 老师好 主持老师嘛 我们就叫你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这是 男朋友 谈了多久 谈了半年 说问题吧 就是我觉得她就 总是像个孩子一样 然后永远都是像个学生 我就希望她能改一改 但是她就感觉 一次一次都 还是不改 然后屡教不改 就像那种教不好的学生 我就想让各位老师也来看一下 看能不能就是帮我教教 她都有些什么问题 你要老师教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拿抽烟来说吧 比如说我明确规定 就是不能在这个 有我的地方抽烟 有一次她不是来我家里头吗 然后呢 她就躲在阳台那抽 你已经提前答应我了 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做呢 事情我还叫了你一句 你也没有回我 我说我就在那个阳台上抽烟 你说你的衣服在那 不能熏烟味对吧 我把你衣服全部打开了 放到两边了 那个烟都是往上走的 没有挨在你的衣服 还有把那个烟灰 我弹的那个地方 我都是用纸包着的呀 就把那个烟头 我也是扔在你家门口 我没有扔在你家的垃圾桶啊 扔在我家门口 你真搞笑 有一颗烟头 就会有第二颗 有无数颗烟头 你搞得别人邻居 还有那个楼上那大爷 都以为我们家门口 是专门扔烟头的 你知道吧 我家不是门口 有个那个小灰斗 然后有个小扫把吗 那一整面全部都是烟头 然后有一天我下班之后 我就专门抽了一个下午 我把整个下一层 上一层 还有我家门口那一个地 全部都给扫干净 我还附上了一张纸条 贴在我家门口 我说烟头的这个家式垃圾桶 意思就是叫大家不要乱丢了 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他看 挺好的 提醒大家不要乱扔烟头 挺好的 你当时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你对着我就是一顿臭骂 还有语音直接骂我 难道我不会觉得 这个照片 就直接是来嘲讽我的吗 当时吵完之后 你怎么对我的 你在家里面把门反锁 里面开了空调 外面那么热 保守在沙发上 我那躺了一下午 我全身汗流浃背的 最后还是我来哄你 我敲你们 我给你递了杯奶茶喝 他那个奶茶你知道多搞笑吗 他拿了一杯奶茶 然后把那吸管插好 自己喝了第一口 然后紧接着就递给我了 然后我一喝 又是浓浓的一股烟味 那个吸管上面 全部都是你的烟味 我觉得你是故意来气我的 给我买了一杯 烟草味的奶茶 你就是故意来找我茶 你觉得我刚刚骂完你 然后你就要这样给我 是不是 那你觉得奶茶烟味淡 好 还有上一次 我们去吃火锅 火锅味那么浓 对不对 那味道 他还能闻到我的烟味 那个火锅是因为 你如果从厕所 你抽了烟回来 你就不要坐我旁边 你坐我对面行不行 你还非来个应我 你非要坐我旁边 我就觉得很嫌弃啊 我觉得改不了了 是不是 他还边抽烟还算了 还要边咬手指 我真的觉得好幼稚 好像一个小孩 你那么反感烟味是吗 对 那你干嘛不找个 不抽烟的男人 我就是觉得 你能改一下吧 也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他特别幼稚嘛 就一直拿着手在那啃 这样子 很难看 我就希望他可以不要这样 然后当时就直接把他手 直接这样拍下来了 我希望不要这样做 那你当时 有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你闺蜜就在你对面 你直接一巴掌 把我手拍下来 还有那么多人看着 你对我那个什么表情 特别无语 他就眼神这样 还打完我之后还这样 看着 特别不给我面子 我也是个男生吧 是不是 那这个还是在我闺蜜面前 可是在外面你也这样啊 大家人那么多的时候 都看着你 你就像个小屁孩一样的 然后就这样 脚就这样单脚搭拉着 然后手就抱着肚子 然后时不时这样 啃一下手指 你觉得这样的姿势 你觉得好看吗 不是 谁看她的问题是 我看见了呀 我当时一看 我还 我还这样子给她 拍了一张照片 我还发给她了 欣赏一下 带来了吗 那就这样 咋了 没咬手指头啊 就时不时咬一下 然后手一定要抱着肚子 自我保护 那个包是谁的 我的 他从那个家里头 给我带出来了 多可爱 给你拿着包 我就觉得 看起来姿势 一米八的一个男孩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 像个小孩一样 这样的窝着的感觉 那是因为拍照的人 不会拍啊 我就不希望她能够这样 我希望她站直一点 你真是欺负人 当时她把我叫过来 从家里面 把包给带过来 我坐地铁 我坐八个站 坐十个站 我也没说什么 当时太阳 就是往我这边照着 我眼睛我也 就是有点看不清她 也不知道她在哪 她也没给我发消息 我就在那儿等着 然后结果一过来 她就直接对着我 就是一个照片 然后拍着 然后给我看照片 然后就直接说 我这难看 那难看 指责我 那我不累吗 那我就是看不得 你这个动作 一直在那儿咬 一直在那儿咬 你觉得这不像个小屁孩吗 能不能改 最后我也来哄你了呀 你往前 头也不回来走了 我一直叫你 你进地铁站 上了一个楼梯 最后坐在那个地铁上 然后你还坐我对面 然后我马上坐到你旁边 结果你又坐在我对面 所以我还是坐在你旁边 最后才好的呀 那你那长嘴干什么的呀 你认为你的和好方式 就是你要坐在我旁边 一句话都不说 你就不知道张开嘴 然后说一下话 哄我一下 那我不就没事了吗 简直不可理许 我就是见不得你咬手 你那个嘴用来干吗的 不是 嘴用来吃饭啊 抽烟啊 对吧 也可以咬手啊 你都不知道 他那个手多夸张 他有一次游泳的时候 十根手指泡了水之后 他的手指就跟 十根浪花一样在那儿 全是白的 你觉得那样好看吗 那你就不准我咬我自己 那你咬我就可以啊 谁咬谁 他咬我 他时不时就是 两个人吵的时候 或者干啥的时候 在路边 突然之间就往我手臂上 或者哪个地方 直接咬了一口 肯定不是真咬 就是亲你的一下是吧 很痛 亲了还 不会夸张吧 不夸张 真的是这样 我有时候都觉得 是不是得了狂犬病 他妈我是狗 咬得很厉害嘛 有时候就牙口咬得特别厉害 他还有虎牙嘛 对吧 那两个牙齿 我没有 这什么呀 咬得牙硬啊 咬成这样 他对我特别狠有时候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有时候 他的那些小细节 小生活习惯 我也觉得很不好 那有时候 他在家里面的时候 也是很不注意细节 就是我说过的话 他就总是忘记 不是你是谁啊 你说过的话 非让人记住 你怎么那么霸道啊你 我就是觉得 他得遵守我的规矩 因为就比如说 在家里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是 这是在外面吃饭嘛 然后我们有时候 在家里做饭 你知道他多夸张吗 他把切过生猪肉的那个刀 然后立马拿来 切我家的那个西瓜 当时谁要切西瓜呀 不是你喊着吗 当时我也正在玩手机啊 也在看手机啊 你说你很口渴 想吃西瓜 我马上就跑到冰箱里面 把那个西瓜给爆出来 当时我也不知道 那个刀切过那个猪肉啊 两把菜刀 颜色的差不多 会一点不就行了吗 他在外面也是这样 No 为什么是你想吃西瓜 不是你去切 是他去切 因为我在做菜 然后他闲着没事 他打下手 打打下手 切切西瓜 我觉得很正常啊 那他拿起那把 切生猪的刀 你为什么不制止他 我在炒菜啊 那你为什么把 切生菜的刀 和切熟食的刀 隔离开 为什么家里 没有专用的 切西瓜的刀 为什么没有专用 削水果的刀 有 我家的刀是彩色的 就每把刀 颜色都不一样 你上面写了吗 没写 没写我怎么知道啊 你看 我这要跟你矫情 当时我也分不清了 这不就是矫情吗 这有啥呀 姑娘 那你在外面也是这样呢 那在外面 总能分清了吧 就比如说那个筷子 吃那个烤肉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去吃烤肉 然后那个筷子 它刚夹完老板腌的 那种生的 那个肉有蘸料的那种 它夹完放在烤盘上 然后立马给我夹了 一块熟的肉 放在我的碗里面 那你这个 你还不如直接让我 追着这个 腌好的肉啃呢 那你干嘛还给我夹呀 那当时是怎么 你一直在旁边 对不对 我跟他一起玩游戏 你说来 给我夹这块肉 快熟了 要不然待会老了 我就马上夹了 吃烤肉吃点 那个生药汁 也没个啥嘛 那天是 还是因为过七夕节 你知道他多搞笑吗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学生 我就觉得我 穿到着他和我弟弟 我们三个人出去玩 从白天的门票 车费 全部都是我出的 最后我还请他们俩 吃烤肉 那个钱也是我出的 我当时就觉得 他好歹得表示点什么 对不对 他是一个男生 他应该给我送点礼物 结果他最后就送了我一个 巴掌那么一大点的 一个鲜花 我还在在花里面找 我说有没有礼物啊 看了一下没有 我当时就觉得 怎么只有一花 巴掌大的鲜花 只有一花 就是那种一小数那种 咋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送礼物呢 为什么只有鲜花呀 当时不是跟你说了吗 礼物你也收到了呀 当时我也是寄快递呀 当时快递研发了嘛 那你为什么送那么点的花 你还好意思说那个花 哪个节日 隔一段时间 我几乎都会送你花吧 可是你把那些礼物跟花 你都给了谁 你都给了你周围的人 你说的好像我送给别的男生一样 我是送给我的学生啊 我就觉得那个花 它只有三天的那个开放的时期 我收到我开心过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拆开拆开 然后包成一小数 我送给我学生 让快乐延续我也有错 那我怕又送给你花 你还不是送给别人 那我送给你有什么意义呢 我又不是没有看到你的花 我也 我开心过了就行了呗 它就是对我太小气了 你知道吧 心里面 在我的这个心里面 分量没有那么重 不是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有点晕 既然你也说她是学生 她穷 对吧 人家又送你花 对吧 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为什么要挑剔呢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吧 我不知道 它的那个钱都拿来充游戏去了 它可以把两个那个 威时的账号全部充满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 一个虚拟的游戏 你可以充两个满的账号 我也不知道那是多少钱 一个峡谷吧 然后就个几万块钱那种 为什么你可以在游戏里面花那么大头的钱 却只愿意拿这个五十块钱来给我 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 原来个影在这儿你看 那生活跟游戏当然应该是分开的呀 对不对 在认识她之前 我冲了那么多游戏对不对 在认识她之后 我冲游戏我也在逐渐地变少呀 是不是 你说我对你小气 其实每个节日热或者干啥的花礼物 我也几乎地会从那尾 可能价格不是那么的贵啊 就比较的实惠 然后你就这样 总是这样说我 那可是你那个游戏 你说你充游戏好 那是你的兴趣爱好 我为了靠近她的兴趣爱好 那我也玩一会儿游戏啊 我玩那个小岛上面有家具的那种 装扮自己的小家那种游戏 我就希望家具不够了 我让你给我充 然后她就充 第一次充了三十块钱 发给我了 然后第二次 我觉得家具又不够了 我就想充个六十八块钱 然后我就让她给我充 她拒绝我了 你充游戏就行 我充游戏就不行 在现实当国当中 你又不能给我买个真的家 你给我买个房子呀 你又不行 在游戏里面我充个小家 那你怎么不给我充呢 第二次就拒绝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是你让我 往游戏里边少充钱 你要我少充了 那你凭什么还这样反过来 这样来说我呢 是不是 我就是觉得你对游戏 比对我远远的要大方得多 我又没有充个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像你一样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充啊 你就是小气 那我也不想让你 跟我以前那样 把钱花在这上面 承认自己小气就好 小不小气 有一点吧 不就完了吗 我们承认了 看你怎么着 我认了 就不改吗 难道 你如果能够在我的身上 能够多用点心 我不就没那么生气了吗 听懂了 那你说了都是我的问题 那我说了你 好吧 你注意后果 你女朋友这挺厉害 你注意后果 她有缺点吗 有啊 你怎么会有缺点 没有的 我看你心里面 有什么想法 你说呀 就是这么的 强势你知道 真的 这就别说了吧 这我们都看出来了 你说呀 我有什么缺点 让你说呀 好 就比如上一次 我去你家的时候 我一进门 我发现那床上 还有那个椅子上 就连那个沙发上 全是你乱扔的衣服 各种东西 甚至我上厕所的时候 走到那个洗衣机旁边 洗衣机的那些衣服 都没有晒 甚至上面 还有挤了那个洗衣液 最后还是我 帮你按下去了 我洗的 然后床上 沙发上 椅子上那些衣服 还都是我收拾的 可是女生衣服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又不会带别人来家里面 让别人帮我收 你看到你剪一下 不就行了吗 如果在恋爱当中 你连这种剪衣服 剪一下的事情 都不愿意帮我做 那我怎么指望以后呢 而且女生衣服多不来 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可以吗 那你把它剪好啊 我放在影子上 我也要剪 那要你干什么呢 你看到的 那你不就收一下 不就行了 那之后我们 如果都在一块的话 那家户活 全部都不指着你干 都要我来剪 我来收 除了这个 还有别的吗 不可以再说了啊 他不敢说了 还有别的吗 别的 其实 没有就别说了 我看你也不敢说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就是希望 他能够 不要像一个小孩一样 可不可以 做一个能够改正的 一个学生 做一个好学生 好好好 来吧 听听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 QPT文卷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男生 都想找老师当女友 但是没有一个男生 是希望老师来当自己的老师 我明确规定 这是你刚才说的话 你必须遵守我的规定 这也是你刚才说的话 你认为在恋爱当中 这样能够改造自己的男友吗 虽然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言 但这样的规矩 是应该由 女友 来做出的吗 你认为这样的一种规矩 他真的 能够遵守吗 你要求他 保证这个 规定那一个 你当然认为 这是对他的爱 但是他认为的是什么 这是赤裸裸的管束和管教 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 真的 他会去改变自己 烟头他改变了没有 很显然没有 说明你的规矩 落地有问题 你的有一些做法 我认为更需要反思 甚至我认为 你的这一些管教 是低段位 高段位的 那就是 我不用说 我不用写 你乖乖的听我的话 按我的方式去做 这当中 首先一个自己以身作则 潜移默化 第二 对女性来说 温柔 是最好的杀手锏 有时候 他胜过千言万语 但是显然 你用的 就是这样 看似强势的 我规定 我明确 你遵守 迟早有一天 面对你 这么多的规定 他会回你两个字 分手 两个人什么关系 恋爱关系 恋爱关系 刚才怎么听说 是老师跟学生关系 因为我平常的职业是老师 我 这个 上班的时候 我要带学生 回家了 我还要带个大孩子 那所以说呢 就搞混淆了嘛 成年人的心啊 永远是一个 从内 往外开的大门 如果不经对方的允许 这个新门 你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管了半天 有效果了吗 没有效果 你不要去改变它 从心理学教的一样 你知道 要改变一个人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他有很多的缺点 他距离你 比理想当中的男朋友 差距甚远 当你的改变欲望越强 那就意味着 你们更不应该在一块 因为选择一个人 比改造一个人 要容易得多 尤其你们才半年左右 想一想吧 这样的情况下 他一直被否定 一直被打压 他能成长吗 我不知道你的忧远感 来自于哪里 我的就觉得 因为他还是个学生 我已经在工作了 我就会觉得 我会更多教他一些 是 你是老师 他是学生 明年呢 他就毕业了 他就毕业了 他可以再教你吗 他当然可以教我呀 但是我告诉你 教不了你 为啥 因为你总觉得你是对的 反过来讲 为什么你定那么多规矩 非得听你的呢 他能不能定规矩 听他的呀 所以有些对于错 也只是你个人的观点 别把自己的观点 当成真理或者道理 只是你个人的观点而已 你个人生活习惯而已 如果他要说你的缺点的话 也会说好几个呀 那人为什么没有说呀 一是不敢说 第二 人家也是对你一定欣赏吧 对不对 所以连鼓励认可都没有的话 那在一起干什么呢 这姑娘你的问题非常的大 还有男生 如果你受不了了 赶紧跑就跑吧 别把自己拯救了 好吧 两位三思 女生我认为你根本不爱他 压根不爱 可能他身上 表现出来的一些所谓的优点 是让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 和成就感 你根本懒得去懂他 他为什么摇手啊 因为他焦虑啊 为什么他摇手 有可能跟他小时候 有一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啊 叫口腔欲没有得到满足啊 甚至他吸烟也是这样啊 你去了解他内心深处的那种需求了吗 没有啊 懒得去了解啊 吸烟到底是为他身体健康考虑 还是为你闻不得那烟味考虑 我想是后者吧 你不关注他的身体怎么样吧 不准在我身边抽烟 你没有想到去根上去对他好啊 你没有那么爱他 你真的没有 你对他没有爱 只有指责 你压根不去考虑他的感受 压根不去在乎他的想法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被别人改造的 前提是 他不愿意 如果他真的爱你 真的愿意为你改变 他可以的 你想想看 现在你还是工作的 你比他有些社会经验对不对 过一年之后怎么办 过两年怎么办 那会儿他如果变得带你 你能适应吗 所以我认为你只爱自己 你只是爱这段感情当中 你体现出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你不在乎他 就这样 男生是挺帅的 谢谢 是不是有挺多人追你的 女生 之前有吧 现在 现在不敢有是吧 也不是没有 肯定有人追你 有 肯定很多是吧 所以我再琢磨一个事儿 是这个男生真不好吗 还是你 我就是要贬低你 我就是要说你不好 我就是要 打压你 你琢磨一下 一个人的潜意识 和他自己说出来的话 往往是背离的 你是真觉得他不好 还是觉得他 不够安全 还是觉得他 在人际关系里面 有太多的竞争 所以我必须要对他 严加管束 让他明白 谁才是他女朋友 他应该听谁的话 把他变成一个 唯唯诺诺的样子 你是不是觉得 特安全 姑娘 我跟你讲 你的这个心理 我基本上都能够理解 你用伤害人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你用控制人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不喜欢 我跟你讲 你所有的方式 所有来让自己 建立自信心 建立安全感的方式 都会导致一个目的 就是让你不快乐 你会发现在 这段恋爱之中 你觉得你男朋友 挺好的 你看其实 说到底也挺听话的 说到底也挺帅的 说到底 你看他现在 也不敢不给你安全感 但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 姑娘 你的幸福感去哪了 你所有用的 那个方式错了 你在绕着 自己的幸福 走一走一走一走 你没有去 好好地体会 在这段爱情当中 你们两个人 应该有的相互之间 给支持 相互之间给甜蜜 你根本没有办法 再去给一个人 正面的评价了 这个时候 难道你没发现 自己的问题所在 至于你 你把自己 想要的平等和对等 给他摆出来 这条线摆出来 我觉得不只是 对你有好处 对这个姑娘的成长 也有好处 今天其实 故意跟你对着干 一直在欺负 这个男生 那我让你感受一下 被欺负 被压着 是什么感受 训人多讨厌啊 心里是 多得烦我这个人 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你老扮演这种角色 他会不烦吗 你不满意他 你要真爱他的话 其实你会介意 他是生切熟切吗 不会的 你要真爱他的话 那个筷子夹起来 什么夹绳肉的 夹熟肉的 关注的重点是 他给我夹肉了 我好幸福 关注的重点是 我说口渴了 他马上从冰箱里 拿出了西瓜 切给了我 我好幸福 那你就快乐了 好好享受 这段恋爱关系吧 不要试图去改变什么 坦诚一点 面对内心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有时候真的挺强势的 其实可以多改一改 我们两个可以多互相沟通啊 多交流一些 而不是觉得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什么 强迫我去做一些事 要不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就相处非常的困难 甚至会让我觉得 我们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够一路走下去 我希望你可以在细节上面多注意一些 不要再像一个学生 像一个孩子一样了 可以再成熟一点 因为我在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 我也看不到你会对以后有责任有担当 我也会怀疑我们两个的感情 到底能不能够在我理想当中的状态 继续往下走下去 你这样会很不幸福的 你干嘛呀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一个成熟的男人 如果去了到你那儿 你说不能吸烟 他征求了你说我要去抽一口烟 我去阳台上 当他做出这个行为之后 你用那样的方式 这个男人不会再去你家第二回 我说的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想象当中成熟的男人 那个方式非常羞辱人 谢谢两位清辉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预测结果 也但愿我们今天借了一点胆量 给这个男生 男不出女出 当两个人都想让对方改变的时候 这个答案一定是得不到的 所以我的预测是双不出 双出 女不出男出 来咱们看结局吧 第一扇 也是 第一扇 也是 第一扇 一扇 一扇 来 一起签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签证 一扇 一扇 各位请看 我们相识已经七年了 在一起也四年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识的时间太长了 我觉得她好像对我已经腻了 越来越不重视我的感受 我觉得现在明明是她不顾及我的感受 她却经常倒打一耙 仗着我喜欢她 就经常有事没事的就瞎作 在她的心中 家人 朋友 甚至喝酒 游戏 都比我重要 而且她现在很多事情都不跟我说 我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 我还是很想和她好好的走下去的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 她心里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郭25岁 来自山西一踏老师 女嘉宾小李24岁 来自河北戴业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四年了啊 四年了 对 我俩认识了七年了一共 七年 对 谈了四年 对 谈了四年 我们是从高中 我们俩是同班同学 当时我是挺喜欢她的 但是碍于学业吧 可能当时也没有追她 考上大学 我说那个都要分隔两地了 我说那个努力一把吧 然后真正在一起 可能是大一 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俩就真正的 是在一所学校吗 不是不是 异地吗 还是同一城市 对 异地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呢 不在异地了 真正在一起 是我俩都毕了业以后 现在已经是一年多了 小片也看了啊 做了个牌位是吧 家人 喝酒 游戏 然后是你 是吧 对 因为现在就是在一起之后 出现了各种问题 然后我就感觉 她现在越来越不在乎我 就是家人或者朋友 都是最重要的 然后不在乎我的感受 所以我才来到这个节目 比如说上次 就是八点多的时候 我刚下班 那天雨下得特别大 我工作的地方 又在地道桥那边 积水特别特别深 我就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我知道她那会儿 在跟父母吃饭呢 但是八点多那会儿 我问了她 我说你吃完饭了吗 她说我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怎么着 来接我一下吗 然后她当时就说 她语气特别恶 她说那你先打个车吧 就是不来接我 我当时不是说了吗 我说我好几个月 都没跟父母见面了 我说当时回去 赶紧跟我父母吃顿饭 我没有不让你吃 对 然后呢 我跟父母吃顿饭 你还要再给我打电话 你说不行不行 可是我给你打电话 那会儿八点 你已经吃完饭了 所以我说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 与其她又特别恶劣 她说那你就不能叫个车吗 那我当时 我听她的 我叫个车了 但是排队已经排到 二三十号去了 然后她又来一句 往前走一个路口试试吧 你们单位那儿都下班 那肯定堵呗 又是地道桥呢 你就往前走一个路口 你明知道我要跟父母吃饭 你不提前叫个车 接了她了 她还是得理不饶人 那是什么时候 情怀来接我的 你是看我已经生气了 所以你才来接的我 根本就不是你情愿的 我问个问题 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 这事能搞定吗 能 确定吗 确定 所以男朋友害人的 就不能要 我同样一个问题问你 如果当时是追她的时候 她让你接她 你是马上去呢 还是在跟父母聊会儿 我可能会马上去了 为啥现在就不去了呢 现在我是说 所以我生气了点就在这儿 对呀 因为她之前就是 不用我说 她每次就会来 所以我要告诉她的结论就是 不要找借口 现在就是没有以前 那么在乎 你就是没有当初 追她的时候 那么在乎了 事实摆在那儿吗 大大方方都承认 有什么不行的 对吧 行 咱们说喝酒吧 她酒瘾特别大 一周七一天 她都能喝八次酒 伤身体不说 然后她还特别耽误事 我觉得喝酒这个问题 我耽误什么事了吗 我朋友多 她这个朋友叫一下 那个朋友叫 我也摸不开面 我不想跟你理论这个 主持人你先听我说 我不想跟你说 就是那天我姐姐 要就是来我们那个地方 从外地来的 我提前跟她说好了 你就提前把事安排一下 结果我姐来了之后 她又许跟朋友喝酒了 我三四年都没见到朋友了 正好要来石家庄 那我姐不是提前跟你说了吗 但是我后来也是去了 你就不能老放一放吗 我说你先陪陪你姐 我把这边先安排一下 安排好了 我吃个饭立马就过去 行 我说你先陪你朋友 我跟我姐先吃 你迅速赶来 我是这么说的吧 你几点来的 都十点了 你来干什么 我们都吃完了 你来干嘛来了 那在饭桌上 我也不好提前走啊 三四年都没有见了 然后朋友们都在那说 我都好久没有来了 你还提前走 那你哪怕你先见了 我姐你再去见他们 也可以啊 对不对 而且你那算是什么朋友啊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说你到哪一步了 能不能快点来 如果说是一个 真的好朋友的话 会劝认他 让他赶紧去 知道哪方重要 他朋友说 哎呀马上就喝完了 就差这一口了 最后一杯啊 马上完了马上过去 结果呢 等到十点他才来 十点 但是我是去了呀 我表明了态度 我说去见一见 那你去了 第一印象也不好了 那你去有什么用吗 你就是不在乎我了 什么也别说 我觉得你做的 又不是说很好 所有事情 对 我觉得你的毛病 也有很多 说说吧 并不是我的问题 我们听你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去接他朋友 他两个朋友 到我们这里就要玩 然后他说 带他们朋友 去玩一玩游乐场吧 他明知道我恐高 就是我玩不了 这些刺激的项目 然后呢 他说 那个朋友都来了 你们就玩一玩吧 带着他们玩一玩 咱们一起去玩 那饭桌上 我问你了吗 我说你去吗 你自己说你去的 又不是我逼得你去的 饭桌上 你朋友都在那坐着 吃饭了 我还能怎么说呀 我还说 就是不去那个地方 但是我问过你好几次 之前没经历过 我不知道你会真的恐高 而且我问你好几次 问了你的意见 你说你去的 就去了 你现在又翻过来赖我 对 我第二天是不是带着去了 咱们一起去的 去了我到那个过山车 或者大摆锤 到底下的时候 我就说 你们上去玩吧 我在下面等着你们 我确实是心里 在抗拒这个东西 因为很恐高嘛 我 然后呢 你朋友说 没事这个不害怕 你上去玩吧 然后你不帮着我说话 你还说 对 我朋友说的挺对的 因为我们那会儿 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程度 人家可能就是 想让你挑战一下 而且说去的人也是你 我们都问了你的意见了 对 我上去了 我去玩了 你就过山车 陪着你们坐了 下来以后呢 扭头去吐了 但是呢 你还在那儿说 没事 他就是那样 那我能说什么呀 因为我朋友那会儿 已经也挺自责的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们 觉得什么呀 那这跟我不在乎 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怎么没有关系啊 玩完以后 他说吃个饭去吧 我说行啊 然后他说吃什么呀 他说咱们去吃海鲜去吧 我比较喜欢吃海鲜 但是那一阵呢 我在吃药 就吃不了这个海鲜 然后你说 你说什么呀 你说我朋友都来了 人家就愿意吃海鲜 你怎么就将就不了呢 你过去 我给你点个粥 是什么前提下 我给你点个粥 你在旁边喝粥去吧 主持人 你不能听他单方面说 因为我朋友那会儿 就来两天 想吃那个蒸汽海鲜 我说 那咱们就将就一下 尽个地主之宜 咱们别那么自私了 你要不能吃 我给你点个粥 有蒸饺啥的能吃饱 那你明知道 我喜欢吃海鲜 那你不觉得 你这种小法特别自私吗 你让我坐在旁边喝粥 看着你们仨吃海鲜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心理 我给你点别的 你能吃饱 咱们就将就一下 如果是你的兄弟来 我即使不喜欢吃这个 我也会去选择吃 为了你的面子 我会让他去吃呀 我不是不喜欢吃 我是喜欢吃海鲜 你让我坐旁边喝粥 然后看着你们仨在那吃海鲜 那你那会儿不吃不了吗 那你就吃点别的吧 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是 他强调的是 我喜欢吃而不能吃 对 你多难受啊 但是 你能理解吗 你说换位思考 你换位思考过我吗 你说你这磨叽呢 你这对时间观念 一点一点把控都不到位 我又怎么磨叽了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明天我十点有点事 你能不能早晨送我一下 我说可以啊 我说我第二天十点 也有一天的工作要做 九点二十 我就开车到你家楼下 到时候你就下来 我送过去就差不多 我在回我工作的地点 我是十点一天的事 对不对 你几点下来的 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那么晚下来 主持人 他约了九点二十集合 他八点半 我床都没起呢 他就开始催我 就一个劲地打电话去催 我是不是要提前告诉你 我说你提前收拾收拾 但是咱们提前 已经约好时间九点二十到 我肯定会到啊 那你 我连床都没起就开始催我 而且我告诉过你 不要去催我 你性格急 你OK你急你的 你不要把你的生活频率 强加在我的身上 我有我自己的频率要走 但是呢 但是你九点二十下来了吗 你并没有下来 你九点五十才下来啊 你半个小时 你给我打了五个电话 我有这时间 我早收拾完了 我不得告诉你 我出门了吗 而且那会我跟你说 我说你千万别催我 我知道着急 越催我越急 越好时间 我肯定能办到 但是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自己的生活频率着急 他把我也带着着急 把我频率就全部都打断了 不是 您他的是自己叫一车 您是爱啥频率 这啥频率不就完了吗 因为当时 所以你从你的身上 真的看出来 不需要谈男朋友 不是因为 对吧 人生全乱了 搅和你啊 你也是 有工作安排 你着急 你就别九点五十 您再提前点不就完了吗 您就说八点半 我们就走 我后面有事 这不是解决了吗 为这点事吵来吵去 我都觉得不知道 对 这个提前我都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七夕的时候 也要看电影 是不是提前一天买的票 十点的电影票 然后呢 我九点四十到了以后 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说你出门了吗 你告诉我出门了 你几点来的 那我之前 这不是都一个事吗 我之前都已经跟你说了 我都没睡醒了 就开始打电话催我 就把我的生活平均 全部都打乱掉了 你几点来的 十点的电影 你十点半才到 一个半小时的电影 前半个小时我都没看到 你打电话给我打了半个小时 我怎么去收拾呀 而且七夕 我不想打扮得漂亮 也要跟你约会吗 我也是出于好意呀 说白了 你现在就是 看我哪儿都不顺眼 就是腻了吧 我没觉得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 那您呢 在业 就是没有稳定 就是还在寻找的工作 对吧 你现在对他的工作满意吗 我对他的工作职位 挺满意的 但是我不满意的 就是他的收入什么的 什么意思 不理解 我是觉得就是 按照行情去走 他的课费 可以再往高地去收 就是他课时费低 对 因为我就是觉得 他得为我们的以后去考虑 我觉得我挺为以后考虑的 因为你也说了 那你不是干那些事啊 你也说了呀 你说我也是刚毕业 我刚到社会上 我也是从底层做起啊 对不对 我又不是说 我上来我就有口碑 你不用那个 对 话而言之 女生对男生现在的工作状态 并不十分满意 我理解的对吗 我觉得你理解的挺对的 老师这个行业 我挺喜欢的 但是他的收入不行啊 因为不行 好 不满意就是不满意 没什么 男生学音乐对吧 对 你学音乐你也可以教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 他在做什么 他现在 他说他在找工作 但是我看着他 并不是在找工作 那他在干嘛 一有时间去约上 他三五个闺蜜 去逛逛街啦 去看个电影啦 去玩一玩 去打个麻将 那我也是找工作了之后 我去找完了我才去打 那只是没有合适的工作 我觉得你要有这个时间 你可以去提升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去看看书 提升提升自己 而不是在荒废这个时间 你知道吗 你也是刚毕业 我也不是说让你挣多少钱 我说你稳定下来 你去找一找 去努力努力 对不对 我工作是没有稳定的 但是我玩这些 我去有这些爱好 都是我找工作 我完成了现有的工作之后 我才去的呀 不是 你完成了现有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因为我 就是找工作 不是 我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 但是我可能会跑一跑演出啊 那些的 行吧 男生对女生现在的现状 你也不满意 说白了 他现在就是对我腻了 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 我没有对你腻 我是让你改正这些毛病 你比如说上次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见 有一个男的给他发消息 那个我已经看见 不是两次三次了 就是经常给他发 那个男的发消息就是 在干嘛 吃饭了吗 晚上我俩在吃饭的时候 如果 然后呢 你那儿说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我说我看见 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就一直在那儿解释 他说你要不信 你就看 你就翻 如果是不正当的关系 你能看见这些消息吗 但是呢 他是约我了 但我去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 已经对咱俩的感情 产生了威胁了呀 那怎么威胁了 我觉得男生最懂男生 就算他对我有非分之想 那他约我了 聊天记录你也看了 我也没有去呀 而且如果说真有什么的话 那你也不会看出这些消息了 我早就删干净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拒绝 那我没有去呀 我还不行吗 那你的生活 就没有一些异性朋友吗 异性朋友给你发消息 问你干什么呢 这就是有事吗 不是 我允许你有啊 那你不觉得 这是对我人格一种侮辱吗 我觉得我没有对你人格侮辱 你现在就是不相信我 对咱们俩感情 一点都没有信任了 确实你们俩彼此都不信任 你们俩现在处在一个 什么状态当中 情感状态 已经冷战了快一个月 冷战 你还好意思说冷战的事情吗 我都还没说呢 因为上次我们商量 第二天出去玩 然后我朋友 就在饭桌上商量一下嘛 然后当时我们可能有些小吵 他当时我朋友的面 起声走人 他来一句 你们吃吧 这个饭我根本吃不下去 怎么着怎么着吧 走人了 那我在饭桌上怎么说的呀 我说一句话 我说咱们去这玩 你怼我一句 我说一句 你呛我一句 那会我也生气 我顾全大局 我没有走 那你为什么要起来走呢 我走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沟通吗 你为什么要走啊 那我不能 而且我朋友都已经看出来了 人家都已经在帮咱们打圆场了 那咱们就给个台阶就下 我都已经下台阶了 你那脾气越来越大 说什么事 你都跟我拒绝沟通 起来就走了 你什么意思 把我晾那儿 把我朋友晾那儿了 我不可能当着你朋友的面 跟你去吵架吧 那你走了之后 五天没有联系我 我五天 我白天要工作 我晚上要演出 那你如果 但凡在乎我的感受的话 你就不会五天 不跟我沟通 不跟我联系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这个 那我跟你说 你为什么也不回我呢 那你这样不是 在比我说分手吗 冷战了多久啊 冷战了快一个月了吧 也不想是吧 因为我很忙啊 我白天一直在工作 我晚上可能会想一想 所以你还那么在乎她吗 我觉得 姑娘的问题问得挺好的 我觉得我挺挺 我还是挺在乎她 你在乎她什么呢 你是在乎这四年 或者这七年 对一个女生的 一直这种心心念念 是在乎这个东西 还是在乎 现在此刻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生 我觉得都有吧 我放不下以前的 我觉得那些 也珍惜 其实就是放不下 以前的那人 你现在并没有珍惜 在消耗 你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你还有那么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呀 那么喜欢她 但是她做的这些事情 听我说的是 那么喜欢她吗 她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呢 她已经做了 事实是她做了 没有如果 如果你说她 不那么在意你了 我想问的是 你还那么在意她吗 她不在意我了 那我肯定不会在意她了 对 所以你也不在意她了吗 因为女生 你看你在小片里 就用了一个逻辑是 她不在意我了 她的亲人 她的酒 她的游戏 都排在我的前头 那你心里面 她排第几啊 我觉得 不发生这些事 她在我心里肯定是第一位 发生了这些事呢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至少她排在 你那些朋友的后面 因为你那些朋友的感受 远比她的感受更重要 这就是事实 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 出了哪些问题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的 感受 冷战是最容易 让感情断裂的杀手 你们的感情 述我之言 离断裂也不远了 你口口声声说 女生捉 她是不是事事度捉 你无法忍受 还是有时候捉 有时候不捉 有时候捉 有时候捉 有时候不捉 你认为这正常吗 我觉得 还是正常的 那你为什么接受不了呢 刚才的你的讲述当中 分明表达 对这样的做很厌恶 无法忍受 但是从道理讲 你也明白 女生在恋爱当中 为什么喜欢做 她就是以此来获得 和安全感和满足感 女生有时候捉 还是一种测试 以此来测试 男人的心意和爱意 就像 接的那件事 叫车 和男友来接 能够是一样的吗 我们说爱情的定义 就是能够相互照顾 对方的情绪和感受 你们两个人可能吗 做得到吗 一个二十五岁的男生 一桌 喝八顿酒 你难道这不是自己和自己在桌吗 你也同样 二十四岁的女孩 还在求职 却经常打麻将 麻将喝酒 是你们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吗 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你们有这个时间吗 如果说两个人真心相爱 说不是问题 但在你们两个人面前就是问题 为什么 你们两个人真的有这么相爱吗 如果相爱 陶醉在 爱的时间空间都来不及 还会一周去喝八顿酒吗 还会去打麻将吗 这样的时间早就杜浪给爱情了 所以今天很简单 答案你们两个人心里很清楚 你们再走下去 双方会更累 双方会更加的无法忍受 谢谢 我发现两个人都挺能说呀 说的都不爱听 对吗 你们俩听着也不舒服吧 因为你们的解释 更多是掩饰 都彼此在说 你不在乎我了 你不关心我 而那边的总是拿着各种道理 和理由 来去应对对方的那种 虚空 和失落 你们不直面问题 我就承认 我当时忙 我照顾朋友了 我忽略你了 行不行啊 承认有这么难吗 所以都在双标嘛 都说 你把朋友比我看得重 到这不也是一个意思吗 其实那一会儿照顾下朋友 也未尝不可 没什么 毕竟那生活的一个小片段 大部分时间你们俩得去面对 但是反过来 咱得承认呢 那一会儿对不起就牺牲你了 为了照顾他们 你忍着点 等你好了 我跟你再补回来 带你吃海鲜 行不 能忍不 不就完了吗 说一句废话 小题大做 没事找事 说明什么呀 包容不够 说到底 爱不够了 逐渐的在挑剔 各种的不满意 这个年龄你看把自己 弹成了一脸 严肃 这边的脾气越来越大 在反抗 在辩解 总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所以这样下去的话 你们的日子肯定是没得过了 所以分手是一种必然 但是吧 又有不甘 但是呢 感觉就在你们的言谈举止当中 一点一点的被耗没了 所以呢这里面我特别提醒女生 一些小事 能不能 别揪住不放 毕竟 生活的全部 不仅仅只有爱情 和你自己 他上班了 要照顾一下客户 照顾一下工作状态 其实你不打扰他 他主动会来找你的 你越挑剔他就越烦 越烦越想夺你 但是就觉得这段感情好像又不值得分 别把什么事打个车了 什么事都交给男朋友 首先要学会独立 上学的时候呢 可能你们恋爱是生活当中的90% 那现在要逐渐上班了 为什么不好找工作呀 当你忙起来的你就知道了 原来其实很多事要去做 在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 彼此约过会啊 谈谈心啊 就没有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情况全变了 所以你们要有所改变 要不然你们这个状态 就一点点耗没了 然后就没办法在一块 请两位好好想一想吧 我认为在你们之间 之所以还不能分开 就一件事 认识了七年 谈了四年 所以你们才不分开 你还是会把刀摆 那太阳子 你再看 我认识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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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的什么性格吗 都写 我 你要说不出来 我写了三个字 好吃懒做 好高无远 不知好歹 你谈恋爱谈废了 你没发现 你现在有什么不值得人逆的 你告诉我 你连说自己几个词的好话都说不出 你有什么不值得别人逆的 谁跟你谈不逆 谈一段恋爱 你谈的是什么 谈的就是别人宠爱你 把你宠废 就到最后 活也不会干 钱也不会挣 光会指着男朋友的鼻子骂 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还要他怎么样 你自己有什么心呢 我觉得我也没有就是 天天打麻将 天天逛街 买东西 钱从哪来 男朋友给的 爹妈给的 无限放纵的欲望和情绪 不知掌控 一个人连自己的情绪和欲望都管不好 你还能管什么 还要管男朋友呢 谈恋爱的事情 我跟你讲 不是你一直给安全感 他就有安全感 破了 你安全感给的越多 他越没安全感 就好像一个人天天穿很多衣服 他就很容易感冒 一谈恋爱之后 你把谈恋爱当事业 一谈恋爱之后 整个人的人生都没了 生活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你还算有分工作 然后你呢 这不是爱你知道吗 这不是爱 你用你的情绪和贪婪 绞杀了他的生活 你用你的那些所谓的宠溺 宠爱去绞杀了他的独立能力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谈什么恋爱呢 自己想想吧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一场爱情 让一个人迷失 对吧 你可以有你的游戏 你可以有你的闺蜜 爱情不过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 真的不是全部 现在你们把爱情当全部了 女性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吗 什么都有我了 我要你干嘛 是吧 所以 从要到依赖 从依赖到废掉 没了 男生也是一样的嘛 追的时候怎么着都行嘛 丧失一切原则嘛 欺骗嘛 因为那个做法不可能持久和持续嘛 当然没办法 一开始谈的时候 男性都是这样 为了追求 为了得到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这个激情期退却之后 你要表达呀 你要说呀 你要引导他进入下一个阶段 而不在这停滞不前了 最后就很痛苦啊 孩子那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我很在乎他 你既不在乎你父母 也不在乎他 就咱们不骗自己 就生活里面不要欺骗自己 喜欢就是喜欢 爱着就是爱着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 不再爱了还有感情 咱们把话说清楚 指责攻击没有用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 在一起七年了 我也不太想放弃这段感情 对 人生也没多少个七年 我觉得 所以说 你的这些毛病 我的这些毛病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都可以去改正的 我觉得咱们的事都是小事 小到微不足道 我觉得给彼此一些包容 给彼此一些空间 这就是我的想法 确实 美好肯定是有的 但是 如今到这一步了 肯定不可能是 一些美好就能 抵挡得住的 折磨着你也折磨着我 最后要不要走下去 就得看你 能不能去改掉这些 东西 还是得 看你自己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看看老师们的预测吧 这段恋情很显然 男生还想挣扎 但我并不看好 男出女不出 虽然不看好吧 但两个人还是要双出的 我觉得双不出 我觉得双出吧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在吗 我跟你说姑娘 这就是现在你们恋爱的 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分开舍不得了 时间成本吧 所以男生就当了 女生也当了 你们回去要好好调整 这个状态 要不然问题太大了 来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重新认识 重新开始 寻找我们生活里面的新鲜感 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